主題還蠻可得的 其實我昨天FBO看到 那個沐香老師有發表他的歌 然後我就深深就想到 我記得我不能講說我小時候啦 這樣子然後覺得他年紀有點長 就是我就是聽著沐香老師的歌長大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我們的教會 沐香老師都會來演唱 然後那時候就是每一首歌 因為創作曲就是 它有它的一種特別 就不像我們平常敬拜師歌 那創作曲就是一個 對神或對人的一些回憶 或是一些就是提醒 然後那些歌都是聽了以後 就現場會超感動超感動 然後我心裡就在想說 哇沐香老師的教會 一定是充滿了那個創意跟詩歌 萬萬沒有想到十年後 我就要成為他的牧師 這個經驗是很特別的 然後果然就是每天都很幸福 然後尤其是我覺得沐香老師 他退休以後 神讓他有那個時間 源源不絕的這個靈感 真的每首歌都是經典 那我覺得聽完今天以後 太大發的感動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準備要出專輯了 就是把我們這些 最近沐香老師出的這些歌 我覺得因為我覺得 我們是要為愛發光 因為如果你藏在斗底下 就沒有辦法看到了 所以應該是要讓它發行 因為太多的教會 還有太多的福音要到達的地方 這樣他們才有機會去發表 然後聽到這些四歌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為這個祷告 因為太感動人了 太棒了 然後我今天也是跟沐香老師說 沐香老師可以幫我們做一首 為愛發光的歌 那就是我要在講道前 我想要特別就是分享 就是最近神給我們的恩典和見證 那我記得我上次講道的時候 我公公還在住院嗎 記得嗎 那我們的見證說 神的恩典跟憐憫 在我上一次講完見證完之後 沒有多久阿公就可以出院了 其實這過程很奇妙喔 就是我們一直覺得感動要出院 可是那醫生總是帶來壞消息 或是帶來一些 好像你敢出院嗎 這樣子 就是有點恐 有人半恐或是說 你出院就要自己負責 可是我們就是心裡面覺得說 一直這樣待下去 好像就越來越衰落 我就覺得不行 其實一般人他們沒有平安 醫生說什麼就是什麼 應該沒有其他選項 可是那時候我們心裡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決定 然後那一天很奇妙就是 就是春子節的 我們其實前一天就有去一趟了 然後春子節的姊姊就還OK 然後後來到第二天 春子節就跟我說 他兒子也趕到了 大家都到了 就是在我們過去 然後就是 所以我們在第二 就是等於說前一天去的時候 中間有個空檔 所以我們就去看完他以後 就去看玉蘭姐 去他們家看 就在旁邊就拐個彎 不到五分鐘就到了 那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恩典的時刻 你看我們是去服侍春子節的姊姊 可是我們就是紀念說 玉蘭姐好像也是過年之後 有兩次沒有來 我們就來看他 然後剛好也很奇妙就是剛好 那個他的媳婦 那個 淑華 淑華 淑華姐剛好那一天 她說也很奇妙 那天剛好她沒有出去工作 就很奇妙 那天我們就一次可以看到兩個人 然後因為我們在代導網有發 然後他們大概就知道我們的狀況 然後就很關心 然後後來也很奇妙 就是淑華姐就跟我們分享 她最近有做那個校術 沒有看到她那個照片 她就突然間變很多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這個對這個青腸子很有幫助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妙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到一個程度 就是你要嘛就要出院 要嘛你就 你就只能看著她這樣虛弱下去 其實沒有其他的選項 可是當她就 淑華姐自己跟我分享 健身說她媽媽就是 因為就是吃了這個校術以後 就慢慢就是那個長期 有能夠自己walk就對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好 我們就感動說 就謝謝她 就把她帶回家 然後呢 就在 要結束這個探訪的時候 我婆婆就打話來說 妳們可不可以順便來接我們 我們要出院 我已經辦好出院了 然後她們說蛤 那個我婆婆就感動說 我今天一定要出院 然後就是好像 妹許得很好 其實那天我們是跟麗君借車 所以都是神的大家庭 想說剛好跟麗君借車去探訪兩家 然後又可以有車 去把我公共借回家 是不是神的恩典 對 然後感謝祖就是 其實吃了校術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真的她的腸子開始walk了 然後淑華姐就常常 都有電話聯絡我 我說我現在怎麼樣 我一直都有在為你們禱告 我覺得真的好感動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一家人 就是在這個當中 就是很大的那個愛的緊密的連結 我都很多人一直為我們帶倒 然後我也覺得我跟牧師二 這個關係有很大進步 我珍惜她在我的身邊 不用這個流浪之女 二十二小時以後才能見面 就是覺得說 我們要常常的來做見證 未來發光很簡而言之就是 我們是貪在人的面前 其實沒有辦法隱藏 就算我們是牧師 我們也沒辦法隱藏 我們就是也是軟弱 我們也是很需要大家的帶倒 我們也需要神 那特別昨天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FV 就是我跟牧師快閃花蓮兩日 是因為就是有一個 我們東部郊區長的太太 就是突然間禮拜一走 然後她禮拜五就火化 禮拜六就告別式 所以我們是禮拜三決定要 因為在與愛哭人同愛哭 因為她已經陪她一段時間了 那因為牧師的前妻也是癌症過世 就是比較能夠安慰她 所以我們臨時決定就是要去跟她一起站立 然後在那個當中其實有很大的感動 就是說 哇她那個師母才48歲 非常年輕 然後應該是東部郊區的那個 阿美族的公主 超美的 每到我都覺得 哇她當牧師好美喔 然後後來就很多人做見證就是 那個她是牧師又是師母啊 她就非常非常恩賜非常的強 非常的棒 就是有分享她在那裡做的事情 然後就覺得說 哇我們的仁醫生真的好短暫喔 就是我們可以為愛發光 為愛這樣子為主做工的時間 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然後在她一生的年紀當中 那個你知道為什麼會這麼早走嗎 因為東部郊區需要很大 每一個牧師喔 不管你是男的女的 師母喔 你都是硬著頭皮都要接一到兩間 是接到第三間 像這個過世的牧師 他就接了更多的間數 為什麼 因為他爸爸是在東部教區 他很有名的牧師 是資深牧師他還在喔 他就開拓東部 所以他的女兒 就是要承接爸爸的 就是接了很多的教會 所以其實東部的教區 是非常也需要我們的 這個短宣會或代導 所以其實我也是在這當中 因為這個主題 我真的有很深的感動說 其實我們只是禱告而已 只是就是關心而已 甚至我們有機會一次兩次 短宣對區都是給他們很大的支持跟幫助 那就是我們這兩天我的感動 這個師母的老花眼睛到最高點了 所以我今天要幫助自己 就是不要再看紙本 因為我也是看不到 然後我現在就是用電腦試試看 好 那我們今天的經文啊 馬太福音五章十四節 現在換你們老花了 看不到 好 來我們一起念看得到的人 好 馬太福音五章十四節 你們是世界的光建造在山上的城市 無法遮蓋起來的 沒有人點亮了燈去放在斗底下 一定是放在燈台上好照亮全家的人 同樣你們的光也該照在人面前 讓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來送在你們在天上的父親 好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看到光這件事情 好 光就代表了神 對嗎 好 那我們來定義什麼是光哦 好 那主耶穌用兩個隐喻 來說明門徒在世界上的使命 他首先說的就是教會 他不說你哦 你們就是教會的代表 教會就是世界的光 在第十四節有說 光的隐喻說明門徒應該照亮這個世界 其實光最主要的功能啊 並不是讓人看見光本身 你抬頭看得到光嘛 到處都看得到光 光的存在 並不是要讓人知道光本身的存在 跟重要性 光主要功能是要讓處在黑暗中的人 能清楚看見前面的阻礙或危險 對不對 我們前天要打掃那個希望光榜 那個入口的地下室 他沒有燈 哇 怎麼打掃啊 根本不知道哪裡髒對不對 大白天哦 人家八點來打掃 我說 阿師母沒有燈要怎麼掃 然後我們想來想去 一發圖想就把那個這個 這叫什麼 指引燈 把教會所有指引燈都拔起來 因為他拔起來之後還是可以維持亮度 就是這個叫做緊急逃生系統 我們教會大概有三個吧 就全部拔起來去放那邊 然後就照亮了那個區間 然後人家一個小時就做完了 沒有光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所以其實光的主要功能是要讓我們看清楚 對嗎 好 第二個定義 下一頁 耶穌也用建造在山上的城的隱喻來說明我們這些跟隨主耶穌的門徒 必定無法避免被世界的眾人看見 無論是建造在山上的城或是萬國之光 原本都在強調上帝期待他的選民 以色列人使他們有獨特的使命 好 這個使命就是他們必須被看見 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是不是一天到我都被看見 因為神給他們獨特的祝福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也是他的選民 所以我們勢必是要被看見 是不是我在講的時候很多人心裡想說 我真的很不想被看見 好 然後你會發現說你信主到現在你常常有很多爭戰很多的為難 其實就是因為你會被看見 對不對 會很多很多的衝突 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這個是避免不了的 而且這是神給你的使命 那我們講到這段經文 建造在山上的城是無法遮蓋起來的 我們的一舉一動是不能掩飾的 而且我們的真實生活也是不能隱藏的 所以呢 我們應該要忠實於這個使命 就是當你知道這是一個定義 而且這是一個神給你託付跟使命 你還要躲起來嗎 沒辦法躲 尤其是在你的家人 你的 你如果先生還沒信主 太太還沒信主 你就必須在他的面前真實的生活 好叫眾人看見你以後 把榮耀貴在我們天上的福 那我們看一段平行經文來說明我們這段經文 下一個 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在對比這兩節經文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的明白 信徒身上的光是在得救的時候才有的 是基督的生命在信徒身上顯明 基督生命是在信徒得救的時候 藉著聖靈住在我們的心中 基督的生命在信徒的身上漸漸長大 而這個光就會漸漸顯明 很奇妙喔 你們裡面都有放一個電燈泡 然後我們常常講說我覺得最好笑就是我們希望觀眾朋友有點愛嘛 我們就要裝燈 然後我就裝那個 就是人家說現在LED燈不知道幾瓦就很亮對不對 我們就裝一般的就好 然後有一天其實他就拿一個這麼大一顆的燈泡 然後是那種就是傳統不是LED那種這麼大一顆燈泡 然後我說哇他說師母這60瓦還是100瓦我忘記了 麻煩你拿個梯子把我裝上去 所以我們的光會越來越亮 越來越明 因為我們在基督裡面的生命會漸漸的長大 所以來第下一個童片 能夠真正成為生命之光的傳送者 所以基督徒是光只是因為與基督的生命聯合 我們自己本身是昏暗的 我們要承認我們是常常是昏暗的 是因為聖靈的內住使我們生命有光 而且那個光是需要長大的 不然其實我們的光是這麼小 雖然聖靈內住是因為我們的裡頭是很小性的 我們裡面是不夠認識神的 所以我們會恐懼會害怕會膽小 我們就會慢慢萎縮 所以當我們越來越長起來的時候 在我裡面比這世界更大 所以這個光的亮度就會越來越大 人的真正盼望是在於永生 所以為什麼不會亮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盼望 所以我們裡面那個亮度是沒有辦法拉起來 甚至很多人他是沒有光的 所以幾千年來人所追求的永生 神就藉著基督的道成肉身 還有向我們死而復活 向我們寫明出來 但是世人的問題是什麼 他們把知識看成是寶貴的 對嗎 就是因為人們為什麼對於學習知識是這麼看重 你看我們的我們的東方人 亞洲人是不是以聖學為主 為了功成名就為了某些東西 其實他背後是有一個很深的一個很深的一個引導 就是他要透過學習知識去發現走向永生的路 其實講蠻聽就是想永生不老嘛對不對 研發更厲害的科技或研發更好的藥 讓我們可以不要受苦 然後甚至可以走向永生 但是我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對不對 所以人們想透過知識走向永生的路 這是不可能的 只有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 在我們的信仰裡面我們知道 所以學習知識是沒有辦法有結果的 那我們來看看幾個例子 從18世紀的啟蒙運動之後 是世界科學技術進入了高速發展的世紀 很多人把知識的啟蒙看成像光一樣 照亮了無知的人心 從此世界就有了光明的前途 是嗎 知識提高了科學技術發明 果真能給人類帶來光明的前途嗎 我們看這一兩百年來的歷史 科學上最大的發現 就是原子能的發現和利用 特別是原子能的發現 給人類的能源開發帶來的希望 可是你們誰都料想不到 軍火箱卻用原子能做成了原子彈 成了大規模的殺傷性的武器 大家都還記得吧 也有人把世界的安定寄託 在法律的健全上面 倫理道德的教育 與世人文化水準的提高上 但是世界越發黑暗 殺人放火 奸淫掳掳掠有停過嗎 現在我不知道你們最近有沒有收到 那個緬甸的宣教師的代導信 然後到處都是戰爭 真的 上次不是有來跟我們分享的 那個宣教師也是嗎 他們的國家也正在打仗 國公國民黨從未停止過 所以這一些所謂的法律的健全 倫理道德的教育 這些文化水準提高上有增加嗎 我們每天都受大陸的飛機來威脅 法律的條文日益增多 但違法的事卻一直發生 所以法律只能定罪量刑 卻從來沒有辦法能夠真正的使人歸善 所以是人的罪信也因為法律的管制而減少了嗎 沒有 這好像是說世界上又露出了一道曙光 多了一份盼望 但是這道曙光卻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20世紀的現在生命科學有很大的發展 人工合成蛋白和科隆技術的成功 還有人體基因的研究 使我們很快就掌握了生命的奧秘 我們好像就說可以複製基因 可以複製器官對不對 然後在很多的實驗上都發現說 你腫瘤長這邊就這個可以換 然後這邊可以怎麼樣 我們發現好像多了很多希望 一位美國紐約協和醫學院的博士 他是國際腫瘤雜誌的編委 有人問他說癌症發生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說現在人們只能在治療上想辦法 他們只能提早預防治療 但是癌症發生的原因呢 大家都一樣 人並沒有真正認識癌症發生的 普遍的病理上的規律 有規律嗎 其實沒有 雖然知道人的基因變異的問題 是因為癌症發生的基本原因 但是仍然不能預防 所以你看到那個預防醫學 其實是不可能預防的 因為基因變異的原因和規律是我們不能掌握的 生命的秘密是用人的智慧所不能完全明白的 人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 不是醫學科學研究技術發展的遠近 而可以給人帶來盼望 卻慢慢變成失望 我記得我小時候都看科幻電影跟科幻小說 他裡面就講說什麼 就是只要我女兒活著就好 你們有沒有看過類似的 然後用猴子的腦 用猴子的什麼什麼去換 然後結果他女兒就變成猴子 行為模式什麼都變猴子 就是我小時候看 所以我們想要讓他生命延續 可是卻不是他 那個是你要的嗎 人的一生就這麼短暫 不要想太多 你現在該怎麼活就要怎麼活 就是不可能延續 延續就是一個怪物啦 怎麼言之就是這樣 所以說其實昨天那個牧師為什麼 除了他在因為侍奉上非常辛苦 就師葬就分享說 因為他的母親 這個師母他還是牧師女牧師 他的母親很早故事 給他很大的衝擊 在他最需要的時候 所以他裡面就種下了一個憂鬱的因子 所以他後來侍奉很重很累 然後攻擊很多 可能就沒有同伴或是帶倒者 所以他後來就是 因為一個一段時間的長期的憂鬱 所以就變異 就是精英變異 所以你說我們沒有一個人會 沒有辦法避免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會在這樣的一個 精英變異中 所以他可以帶來我們永生的盼望嗎 不行 因為生命是屬於神 主他才是生命的光 那我們為什麼被稱為世上的光呢 不是因為基督徒擁有屬世的知識 而是因為我們得著了生命的光 主的光是指主的生命 有主的生命的人 他就會有光在他身上 好 互相看一下 身上有光嗎 好 這光就是主生命的彰顯 所以基督的生命互相連結 就能活出基督生命的人 然後就小做一個見證就是 我上一次講道是講主導文 你們還記得嗎 那個內容 所有的內容 我並沒有參考其他的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是完全神 給我的一些啟示 然後我就把約瑟的故事把它串連 那其實沒頭沒尾 就是那個感動就是那樣分享 因為我覺得想要教大家怎麼禱告 我在上個禮拜二 就是牧師說 我們要去做全國性的一個禱告網絡 是由周神柱牧師 還有牧師團連結的 所以我們有138個教會去連結 然後要分享楊道諾牧師 帶領我們什麼RPG的一個禱告網絡 那我們就乖乖地去聽 從頭聽到尾全身都一直麻 一直被聖靈充滿 因為那個內容 就是我那天講主導文的內容 一模一樣 然後我才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牧師就拿一碟講義 說上次我去上課 我在基督之家上課 你就說你沒空 然後都沒跟我去聽 我確實是沒有去聽 那個講義你跟我回去看一下 然後我想說回去也沒空看 然後因為很感動 然後他在分享 因為牧師母有特異功能 我可以一心二用 好就直接翻 好就翻翻翻翻 我就發現說天啊 我真覺得很感動 就是我沒有順服跟著牧師去聽 可是神的工作會停止嗎 不會 然後神很愛牧師 牧師希望師母可以同行 所以神就自己來啟示師母 然後那個內容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很快就進入了 然後他們就連結 我們就分主就要禱告 然後他們說哇 師母你是不是行之有年 或是進入很久 我說真的沒有 因為那個啟示從神來 所以我裡面有那個負擔跟感動 所以我們很快就在一起 所以你們知道嗎 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攔神的功 因為為什麼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基督連魚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神不要看我的光是昏暗的 神不要看我跟牧師 是不能同行的 所以當我們跟基督有連結的時候 神就用祂自己的方式來向我啟示 讓我們的連結可以更連結 所以就感覺到祂的光亮了 因為祂覺得 我老婆終於聽到我在講什麼了 然後我的光也連結 就說我老公終於認同說 我可以跟他走在一起 所以同行是 剛剛唱那個詩歌我就很感動 最後一句 我要一起同行 同行是很重要的 我們與基督同行 跟我們的先生跟我們的妻子同行 所以從前呢 這個經文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裡是光明的 行事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結的果子 就是一切善良公益成實 總要查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那暗昧無意的事 就是不要與人同行 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 凡是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 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 這個也是一個平行經文 更加的解釋這個光的功能 我們怎麼做這個世上光的準則 從前你是暧昧的 但如今在主裡是光明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在主裡面 就是沒有這個光 原則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有可能會失去神的光 因為你有可能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對不對 你可能會進入到 這個神不喜悅你做的事情 或是你可能裡面有一個犯罪 就會脫離的這個光 所以神說我們如今在主裡是光明的 光明所結的果子應該就是 從他的生命他的行為 可以看到善良公義誠實 就是所謂的好行為 不是一般宗教說的做好事 是好行為 是我們結出來的生命品格 所以我們的原則屬於原則就是 要跟神連結我們的果子才會結出來 就是善良公義誠實的 但是有些人他就會變相 他就會扭曲說 神是慈愛憐憫悼 所以我就發慈悲 我要講義氣 我要教酒肉朋友 諸咒為虐 這個就是一個行意過分的一個界限 很多時候我們想說 我這樣子有什麼不行 神不是就是叫我們要這樣嗎 可是呢 你結出來這些東西 並不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是因為你的那一在可能是要做好事 並不是要結出好行為的果子 這是我們必須要分辨的 所以基督徒在做善事上 是要根據彼此相愛的原則 如果你愛他你會跟他諸咒為念嗎 明明知道他做事不對 是彼此相愛的原則嗎 我們這個禮拜有來一個新的小朋友 然後他很辛苦 就是功課量是我們一般同年級的小朋友 大概四倍 那個不可思議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徐曉老師功課怎麼寫成 給這麼多 然後他就變成整個都在寫功課 所以他沒辦法去跟別的小朋友玩 就是做什麼 他變成很被動很被動 寫到後來就放棄 因為就是手很痠 然後媽媽覺得說希望師母可以幫助他 然後我們用很多方式 他是來第一個禮拜就看到果效 我們就一直為他禱告 他就開始自主性的 有效率的把他完成 可是當然偶爾也是會氣餒 因為實在寫太多 寫到手很痠 可是他開始有紀律的告訴自己說 我發自內心要去主動去做 可是偶爾也是沒有完成 那媽媽就開始會 然後後來我在旁邊看我就說 媽媽你不要消滅他的志情 因為他已經很努力了 然後我就發現說今天早上一團混亂 就是大家這邊練禁拜啊 然後我就拿東西下去 然後就看到純真默默的在鋪那個 芭蕾舞的那個墊子 他已經鋪了大概三分之一了 我在旁邊默默看著他 我覺得我不是我覺得我教育很成功 是因為我覺得他的那個品格有生出來那個果子 然後說純真你為什麼不找其他人一起 他說他們都在練禁拜啊 反正我現在沒有事啊 我就可以做啊 而且我要慢慢把他拼好啊 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 以前可能說純真求你媽媽給你跪了 你剛剛幫我做什麼 然後等一下給你什麼好處 可是我覺得我的裡面 我裡面的那個態度讓我感受到 就是當我生命改變的時候 我的孩子也改變 就是他不需要我給他什麼好處 他覺得那是他的事 媽媽我們自己要跳芭蕾舞 我們自己需要墊子 我們應該要自己鋪 那我也看到好幾個孩子 就是馬上就來一起幫忙 我就覺得說 其實當我們是因著彼此相愛的原則的時候 你就分得出什麼叫做結出來果子的 這個不是為了做善事的 而是好行為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要來幫助任何一個孩子 他進到我們的補習班 或進到我們教會的主持學 我們怎麼樣讓孩子是結出那個 有一個好態度好品格的行為 而不是為了只是做給人看 做善事給人家看 所以我們要學習真正的彼此相愛 就可以讓世人看見神的光在我們裡面 再來就是說 光來到世界 世人因為自己行為是惡的 不愛光到愛黑暗 這一段我是非常有感 你會覺得說當基督徒很辛苦 你只要一表明你是基督徒 像我記得求學階段 老師都說 那本身有人信仰是什麼有沒有 你只要自己公開講你是基督徒 你就要開始被嘲笑了 然後你做什麼事說 你不是基督徒 你吃飯有沒有禱告 有時候小孩就說 我不敢在學校承認我是基督徒 然後別人跟我說怎樣怎樣 所以我就會服役 明明就不對我也會服役 因為我不想要變成異類跟別人不一樣之類的 然後我要做一個見證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禮拜去 我每天都有行程都很累 有一天就被張文亮老師帶去貓空導覽 因為他們本來是有一團就沒成形 後來就問我們說可不可以去幫忙一下 我們就去衝人數就被拉去 可是我們就聽了貓空的茶園是怎麼出現的 就是古時候的宣教士來 把英國的種植茶葉的經驗帶過來 然後教導我們台灣的這些在地的人怎麼去種茶 就是講那個歷史 就覺得我今天來對了 我都聽得好陸迷喔 然後講完之後他就帶我們去那個第一代 他叫做張乃廟的第四代 他就在神的茶園看 然後去他那邊就是喝茶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妙 因為我有胃食道逆流就身體不太好 然後我就看說 為什麼你上面特別註明說你的茶不會傷味 我真的沒有聽過茶不傷味的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做見證 他說很奇妙 我們是完全按著神的心意 還有就宣教士告訴我們種植的方式 他有很多美感 然後他們不是張家子孫很多 你如果再下次去你看都是姓張的 就是他們的子孫散出去的 那這些人他如果沒有姓主 他沒有按照宣教士所教導的 從薩地來的法則的 他們的茶葉就會變異 變異就是變其他種 所以你會聽到人家講說貓空有什麼正中 駕長駕長的茶葉 就是這一家 他說我們的茶因為按著神的心意去做 然後他沒有變異 所以他每一年都得冠軍 那你覺得他會被人家攻擊會不會 然後人家會不會想竊取他的能力或資料 會吧 然後他就說他有一個秘訣 你們想聽嗎 我講完這個我都想 我跟很多人講都很想笑 他就說他每次下去茶園災茶都會帶聖經去 我會想笑是因為如果你是相關行業 或是大概有概念就想說 喔 聖經可以除蟲嗎 他不是要噴農藥嗎 茶葉可以除蟲嗎 用聖經可以變有機嗎 老師用聖經可以有什麼特殊 聖經怎麼有這麼多功能 然後趕快買十送衣有沒有 買十一本回家 然後他就說沒有 他說他常常必須帶著聖經 在做每一個動作跟事情的時候提醒自己 神與我同在我不可以做違背 為了任何利益為了任何偷懶 違背了原本叫應該要做對的事 有沒有很感動 然後呢 但他還分享一圖拉骨 我今天沒時間講 可是我就突然心生感動 跟他說我們家有兔子 然後養兔子的時候我們常敬拜讚美 然後常常就是聽到講道啊 聽聖經啊 禱告會啊什麼 所以我們家兔子特別靈敏 就是有活活到家裡面 然後我就說不會你每天帶聖經下去 還讀聖經給茶聽吧 所以那個茶就聽話很乖 然後之後每次都得獎 他說我們不用讀 因為我都用背的 他說你說的沒錯 而且你抓到重點 他說拿聖經是因為他偶爾 中間還是會有空閒的時候 他繼續背聖經 然後他的確就是在採茶的時候 背聖經給茶聽 所以他們就有人做見證說 他是一本活聖經 而且他真真實實的活在我們當中 第四代孫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就是後來就是我們有幾個牧師 然後我們就跟他們講說 那個師母的衛食道逆流蠻嚴重的 因為我心悸很嚴重 然後他就說你來喝看我們這個第一名的茶油 然後我就喝一口 結果我連續兩天 就是只喝那一口就都沒有發作 都沒心機幹嘛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妙 然後我就是覺得說其實你知道 因為你聽了他的見證 然後你也知道他是這樣堅守 然後那個茶油很貴 然後都有點捨不得吃 可是我就覺得還是就買回來 然後也就趕快叫我公公吃 然後我自己也吃 就是腸胃就有做調整 然後其實我心裡面就覺得說 一個正職的人 他做的一個決定 他你知道祝福多少人嗎 結果後來很好笑 就是我有分享出去 就好多牧師都跟我說 我們都有被通知要吃這個油 然後很多牧師的那個衛食道逆流 都有得醫治 我還算是很慢知道的 然後我心裡就覺得說 就是一個藝人的厚大 一個宣教師教導他的祖先 他所有立碑在一個地方 可以看到那個宣教師 是怎麼樣的那個過程 那我就覺得說 你看我們只是順從順服 去一個補位的位置 然後但是神就祝福我們 透過一個藝人的祝福 所以其實他說 我們到哪裡都是很黑暗的 到哪裡都是有競爭的 都是有很多的這個 很不好的事情 那個是禮拜二嘛對不對 然後講話就印象很深刻 我們禮拜三 我們中正區聯導會又去一個茶園 是南港的茶園 然後我們就當場目睹 他們那時候要開那個茶園 那邊有十幾個茶農的搬清會 我說你們茶農還有搬清會喔 因為我比較早到 我就跟他們聊聊天 說對啊我們茶農有搬清會 因為我們就是要決定我們這邊的事情 就你知道嗎 我在坐下來不到五分鐘 他們開始吵架開始打架 開始講得很黑暗 講得很難聽 講到就是很可怕 弄成一團 然後我心裡面就想說 昨天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第四代 那個張先生才跟我們 昌帝兄才跟我們分享說 其實為了利益 在哪裡都是很可怕的 然後我隔一天清也就目睹了 吵了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就上去一直敬敗 一直敬敗 然後後來我們敬敗完 他們也就結束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講到光啊 主就告訴我們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照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的好行為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好行為顯明出來 不只是家人 甚至我看到這個第四代他做的事情 是讓更多的人看見神的榮耀 他一直都是第一名 然後他的財業真的還可以研發出 很多很多的東西都是第一名 所以我從之間上看見 當我們產生那個光的影響力的時候 是多麼的蒙神祝福 是給我很大的激勵喔 好 所以呢 我後面要分享的就是 好價值觀的PK 那我很快講 來我們看一下葉月 有圖有真相啊 第一個人你們聽不 有聽過他可能沒有看過他 他長怎麼樣 那是很有名的這個 美國的古神叫做巴菲特 然後我今天早上為了要查他的資料 我又稍微看一下 他是比爾蓋茲的好朋友 可是他們當初是在 那什麼全世界首富的前幾年 所以他們彼此知道對方 可是他們沒有見過面 然後因為朋友的聚會 他們第一次相見 他們彼此就回憶說 他們要見面之前都在 因為他們差十幾歲 他比較老 比爾蓋茲比較年輕 所以他們兩個就想 畫布投機半句多的話呢 我們就怎麼怎樣 怎麼尿頓 就他說他選擇看一本書 然後他就尿頓這樣 結果你知道嗎 一拍即合 從白天聊到夜晚都不回家 然後這個比爾蓋茲的爸爸為了要把他們拉開 所以就問他們一個問題說 我們每個人都要分享自己的價值觀 你覺得哪一個品格是你生命當中最重要的 他們兩個一口同聲就說專注 很奇妙 那我今天比較要分享專注 但是我就說 所以他們就成為好朋友 所以這個巴菲特他很特別 他有幾百億的資產 可是他說他的價值不在於擁有多少錢 而在於他把他大部分的錢都捐出來 而且給比爾蓋茲的基金會做公益事業 所以巴菲特到他都是住在老房子開老汽車 所以這是令人很欽佩的地方 地位詮釋也未必就是一定要用很外在的這些物質來代表 所以第二個就是貝多芬 大家都很有名 反正講到那個什麼 那個有名的什麼什麼 命運交響曲啊什麼的 好那我講就是說他在成為知名的音樂家前 曾度過很坎坷的歲月 你們有知道嗎 他母親很早就過世 父親是酒鬼 時常虐待他 只有一位德國的王子欣賞他的音樂才華 願意贊助支持他 可是不久這個德國王子也死了 貝多芬頓師依靠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耳朵開始聽不見 必須佩戴助聽器才能聽得到聲音 所以他的心情非常的鬱悶消沉 不知道以後人生該怎麼走下去 有一個女孩跟貝多芬住在同一個公寓 他眼睛天生是看不見的 有一天他對貝多芬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月亮 巴不得用我所有的一切換取能夠看到月亮 就在貝多芬處於人生低谷的時候 女孩的這句話讓他醒悟到 他自己比這女孩幸運很多 因為他至少能看見月亮 而且他還能寫字和作曲 於是貝多芬呢 他就心裡有感動要為這個女孩做點什麼 沒想到他就做了月光縱影曲 流傳千古 這首曲子不過是貝多芬眾多有名的曲子中的一首 可是卻讓人印象深刻 大家回去有空聽一下好嗎 月光縱影曲 這是學校課本裡面有的 然後為何讓人印象深刻呢 雖然它是很美的曲子 但是更重要是他為什麼令人感動 是因為他對一個女孩子的貢獻 所以給這個曲子有更大的意義 旁邊這個就不是特別有名的人 然後是台灣人東方人 這個人呢你們上網去看他的見證集 就是GooTV有特別 他還活著的時候幫他做見證集 還有一些文章 他叫楊嘉善長老 他原本是在美國經營船公司的 然後他在64歲的時候預備退休 神的呼召要他去吉爾吉斯 蘇聯解體後成立的共和國去傳福音 所以他在64歲的時候65歲的時候 退休那一年他就去吉爾吉斯 是有回教國家當選教士 他本來就是要安詳晚年了 可是呢他卻順服去福音的沙漠 因為那是回教國家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宣教士 結果很深為他開路深 要他去就為他開路 在兩年內他申請要辦學校 本來不行的竟然就批准了 十年十多年來他在那裡辦小學 辦中學辦高中辦技術學校 最後還辦了殘障學校跟大學 然後為了要讓他們的資源更好 所以他就回台灣能夠跟台灣的大學聯盟 交換學生 所以呢那時候他回來的時候 已經83歲了 他的腳才剛開過刀 必須要組著拐杖才能走路 那甚至太辛苦就必須坐輪椅 他還是組著拐杖坐著輪椅 去各個大學去分享這個意象 希望他們有機會可以有這個資源 可以交換學生 最後在他的回憶錄裡面 他的友人信上說 我和我的妻子預備買穀在這天山的南路 他其實可以安詳晚年 不必在這個末後的時間 異地而處周頓勞苦 可是因為他順服上帝的呼召 為愛發光 所以對於這個回教地區造成多大的影響 你們可以想像嗎 就成為一個福音的出口 好來下一頁 大家可能因為我一定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招牌也換了對不對 下禮拜來的時候不要嚇到 我們連廚倉都要開始換了 為什麼我們的招牌換了呢 我們教會古廷聖教會招牌也要換 那個門口我們會 古廷聖教會不會改啦 就是說門面也會把它弄漂亮 就是為了成為祝福 這個意象很奇妙就是為愛發光 這是我今天的題目對不對 為愛發光需不需要學習 燈泡可以從5瓦變成30瓦嗎 自己會變成30瓦嗎 很難嘛 我們需要連結 我們需要神的幫助 還有人跟人的連結 讓我們的瓦數越來越大 所以為愛發光學習中心 它是一個學習中心 使我們的裡面的光 可以發揚光大的一個地方 那好 下一頁 這可能你們看不太清楚 在4月11號 我有邀請他本人 來分享這個見證 我只能今天微微的講 就是因為我必須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 為愛發光學習中心 然後我們的這個櫥窗 也會開始有做一些調整 其實牧師師母在這邊 將近快10年 我們都很辛苦的 這個瓦手之族都是自己來 那就是說我們 我的每邊能力 大概就是你們現在看 組裝的狀況 那我盡力就只能這樣 那或是我能做的就很有限 那很奇妙就在兩年前 就是有機會 透過莫妮卡認識了凱琳姐妹 然後她只是一個家庭主婦 然後她先生在上海工作 然後她是台灣人 她在那邊嫁給下先生 工作在那邊10年的時間 她生了三個孩子跟我一樣 那她年紀再比我小一點 然後她當初只是很單純想說 她小孩需要上英文課 所以她就是有人介紹 她就買了一個英文平板 然後她就發現說 這個英文平板好特別 它有好多的功能 為什麼讓我們的家庭更凝聚呢 所以她就很有興趣去了解 然後諸如此類 然後她發現說 哇這個平板的這個 就是創辦的這個人 她的教育的機制是 她希望家庭被恢復 這是這一家公司她的宗旨 她的宗旨不是讓你把英語學得更好 而宗旨是讓家庭可以恢復 她覺得好奇妙 會不會那個創辦人是基督徒啊 所以她就跑去認識他們了解他們 後來上帝就祝福她 因為她的孩子有很多成效 所以就開始打開 結果她很快就變成那個經銷商 然後她就覺得很奇妙 然後呢更誇張就是 突然神就給她一個 就是剛剛那段經文 然後為愛發光學習中心 這個意象就出來了 然後她就第一時間也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就為她禱告兩年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很奇妙的事情打開 就是她的那個上海的 她們在那邊的公司說 她們希望有機會可以進到台灣 她們要找台灣的那個特權的人 然後很多的財團去評比 然後她也是其中就總共四對 結果你們知道最後誰拿到了 她拿到了 所以她就跟神說 如果她拿到她就順服回來 是舉家 包袱框框 就整個回台灣 然後就開始來做這個 然後其實在當中 師母有跟她們一起 禱告連結兩年的時間 那我覺得我真的被她感動 因為我也回到家庭裡面 開始去好好做一些事情 它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元素 會讓我們就是 怎麼樣去把家庭恢復 她會有一些步驟告訴你 那我覺得在跟她們互動當中 真的很感動 那當時候她的第一時間 知道她得到這個的時候 我也第一時間 在這個我們的禱告的團隊當中發現說 我們需要做一個轉型 然後當她告訴我說 就是為愛發光 學習中心的時候 她給我這個禱文的時候 跟我是match的 然後我們就繼續禱告 那最後她在三月份回來 就是隔離完回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的一起推動這個事工 所以因為我要留一些東西讓她來的時候可以分享 我就不要講太多 好 下一個 好 這個是 這可以放那個音樂嗎 可以按下去嗎 她唱歌的是她的先生 是她們教會敬拜團的那個主領 她先生 然後她跟她的每邊同工是詩琴 然後彈吉他的是她的財務同工 然後我是打鼓的 師母會打鼓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職場的祭壇敬拜 所以我們現在會有固定的職場敬拜 加上蘇菲老師風略傳道跟牧師 我們就一起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地獻給神 我們要重新去學習如何為愛發光這件事情 那就是說我們慢慢會推動 然後我們也一起來為這件事情禱告 教會在這裡社區施工發展了十年 神讓我們update上去 我們有更強的一個禱告團隊一起 然後我們有同工群 團隊群也慢慢的建立起來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 神在我們當中做的心事 就是跟大家分享 當你會覺得很奇妙的時候 或是你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不要太擔心 就是先為這件事情禱告 說讓神自己來掌管我們 自己在這當中做奇妙的事情 好 師母最後就是想跟大家 一起來領受這首詩歌叫做 為愛而生 所以我們其實在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夢想 師母那時候 牧師師母在建立這補習班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夢想 希望孩子在年幼的時候 就得著神 給他們的意象跟計畫 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走在 這個神的夢想裡面 可是不是一個人獨自停留跟孤單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你看on5是一個團隊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一個瓶頸 我們要在update上去 再進入一個更大的 更大的一個水流裡面 神要開始建立軍隊 好 我們起來聽這首詩歌 可能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們就透過這個神祝福的歌詞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讓我們從裡面有一個愛 從我們裡面可以生出來 可以在這個世界成為明光照耀 然後讓我們可以真實的彼此相愛 讓世人看見的時候就知道 基督在我的裡面 我們一起來敬拜 有一個夢想 在我心頭 一路上不改 有人獨自停留 只要你願意 小小亮光 能在黑暗裡 照亮 為所愛的發出聲音 唱一首歌 讓世界傾聽 手握著手腳又溫暖 活的精彩都是因為要 為愛人生 為愛而活 為愛去付出 擁抱不放手 為愛流淚 為愛而笑 為愛我願意 一路同行 愛裡沒有孤單 沒有拘捕 放下自己 走一滴 等待相信 你有保留 因為愛裡滿有孤單 因為愛裡滿有奇蹟 因为进大陆是一定要有一个职业 他们透过就是在推广这个 因为他很重要的是售后服务 他要组读书会 他要关心 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福音传下去 很多人借着这个平板的这个读书会 然后很多人接触福音 这是一个神在这个世代用了一个 很奇妙的一个工具跟方式 对那刚开始我跟牧师都觉得很抗拒说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可是当我们真的去推行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个力量出来 是有别于我们人的方式 是神自己的一个带领 我们把心灵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挣扎最大的是我 其实因为你会发现 我不太使用FB 对不对 我对于这个网媒体的东西 我是很分手的 可是我相信神如果在这个世代 要使用这些媒体的东西来做完成他的心智 我相信你就在当中一起来学习 我要学习 但是我自己今天在别的地方分享的时刻 其实立位记23章 如果各位你手上有手机 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立位记23章是在谈节情 我回应一点点师母的心意 就是你会发现在五旬节跟吹脚节 我们说神来的日子近了 对吧 吹脚节的时刻 我们相信一定会发生 可是在立位记23章的第22节 你去看它 那边插了一段非常奇怪的话语 就是谈到说 你们不可以搁进填脚 这段话你又去看一下 为什么上帝忽然间在五旬节跟吹脚节中间 插入了一句 前不着春后不着店有关 你们收割的时候不可以搁进填脚 甚至你们要遗落的 你不能再回去拿 你要留给有需要的人去拿 其实我相信上帝在告诉 所有的基督徒 包含在五旬节 我们在五旬节 在新约里面是教会设立的时刻 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刻 教会的存在 上帝告诉我们那是恩典 我们都说我们是白白领受恩典 神说五旬节过后 我们就在这个恩典里面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成为 一个有恩典实际行动的群体呢 在那里面就告诉我们 你的填脚不可以搁进 什么意思 上帝用最清楚可行的行动方案 告诉他的以色列百姓 当你要做恩典的时候 因为你领受恩典 你更大的恩典就是 你不可以搁进填脚 不可以全拿 你必须给人 上帝用这种方式告诉 我们在新约的教会 也是的 当我们站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恩典 我们有最好的了 我们有圣灵 我们耶稣是最好礼物了 我们有最棒的恩典 可是上帝说 如果恩典是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流动出去的时候 那是失去了上帝在五旬节 设立教会的心意 所以教会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留下填脚 让我自己就有点反省 我自己在讲道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在乎 斤斤计较的人 我这么说我自己 蛮小气的这样子 但是我就觉得 在那个过程里面 不能搁进填脚 你有没有想过 他是进来消费你的 他没有劳力对吧 你劳力的你还得刻意留下来 填脚不能拆 你掉下来的你还不能捡 他没有劳动 没有工作 他可以进到你的田里面 随意地拿 教会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吗 让他随便进来教会 消费你 我都觉得很难 可是我觉得上帝告诉我们 那是你要做的 所以他插那一段话 不只在那一段里面 他好多地方都放那一句话 那是父的心意 我相信父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怜悯有恩典的神 他也要他的教会 通过这样的过程 让教会成为一个 恩典流通的管道 所以有些时候 教会会打开来 给很多的人来使用 有些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 有点挣扎 有点难 可是我还是觉得 如果那是神要做的 我愿意多走一里看一看 到底神怎么使用这样 当我们慷慨 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 我相信上帝不会拦阻不给我们的 那在这过程当中 更何况如果还有利益可图 那我觉得还不错嘛 对不对 我觉得上帝没有亏待我们 真的 上帝给我们非常的丰盛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起来 学习认识上帝的心意 这个为爱而行 这首歌也好 我们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除了彼此相爱 我们也试着更多的敞开 我们自己在这过程当中 一起来学习 我自己第一个是要被对付的 因为我妈知道 我应该很小气 我太太也知道 我斤斤计较 对 但是我觉得上帝在调整我自己 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作为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我们起立 我们求神在当中 我相信今天师母分享的 是他这几年来的一点点的东西 虽然我陪在他的旁边 我也很挣扎 但是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 我也学习观看神 在教会里面的作为 因为他知道我软弱 他知道我不是那一种行 开疆阔土的 但是上帝 拆拍一些人来帮助教会 包含 丰瑞 包含祭平牧师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 在当中成为 我生命当中的帮助 我知道上帝的恩典 在这个教会里面 但我感谢神 让这个教会继续在神的恩典当中 求神带领 我们也需要各位弟兄姐妹 不断的支持跟祷告 在当中的理解 一起来学习 上帝带领我们 在末后世代 收割之前的一些奇妙的作为 包含新冠疫情时的聚会 实体聚会受主 现在有更多人是在线上在聚会的 这种模式 这种不可逆的状况 求神让我们知道教会 知道怎么样在当中 一起来服侍这个世代 我们同声来祷告 帮助我们有更宽广的心 来看见神在这世代 要做的工作 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 主我们在你面前 向你献上祷告 谢谢你 我们看见神 你在末后的时刻 你要做奇妙的工作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主我们很多时候 是在群聚的当中的平台里面 我们彼此建造 但我们知道有更宽广的 是在这些网络媒体的世界里面 有更多的灵魂 可以因此被接触的时刻 求主你让我们有诸般的智慧 来得着 但是我们也祷告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主让我们抓定的是 神你自己的福音的力量 抓定的是神你自己爱的力量 不管在教会 在家庭的里面 主我们愿意自己 做奇妙恢复的工作 并且让孩子的生命 可以被你自己来得着 奉主的名祝福补习班 奉主的名祝福 日光站 我们全人的关怀 神你自己在当中 加添得救的人数 在你的国度的里面 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 主帮助我们 你的儿女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等候那个吹角 但是你告诉我们 等外邦人的树木满了 神你自己会在当中 来做奇妙的工作 你就会来 主我们祷告 这日子越来越近 但是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 来攻破许多坚固的营垒 得回人心 得回孩子 得回家庭 我们在你面前 向你献上我们的仰望 向你献上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 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